下跪皇帝 小人在 你們剛才所說 即是袁氏兄妹 加上逃標生人 一起來騙你大哥的銀兩 沒錯 你所說的全都是事實 是, 小人所說的全都是事實 師爺 是, 大人 這件事你認為怎麼樣 這個小子插了三個月仰 就收六個月仰 年輕人, 未識當前 糊塗糊塗在所難免 皇帝 既然師爺都相信你所說的話 就少打小幾板 老胡老 在 押皇帝出去, 打個二十大板 是 冤枉…老爺, 冤枉 混帳 你說本官冤枉你甚麼 你為甚麼打我二十大板 剛才你說有三個人 穿茂來騙你大哥的錢財 這本官看來 騙財的不止三個人 而是四個人才對 四個人?還有誰? 除了你還有誰? 是我 一個人供極無聊 自然會陸親不認 小偉須此可以跟大哥說 根本不需要這樣做 皇帝 本縣衙門 你已經留下了不少的案底 你根本不是甚麼善女 今天不打你 你是不會招工的 來吧 來吧 走 走 冤枉呀, 老爺 冤枉呀, 冤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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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不能打 無憑無據 賜子頑劣, 毫無知己 如果不打他 他是不會招工的 你…你隨便給我找你罪狀出來 我今天一定要打他 冤枉呀 冤枉呀 我去找… 你多問兩句 可能有點線索 問…問甚麼? 出去出去出去 皇帝, 你給我跪下 現在本官問你 你說你大哥 阻止你和姓袁的成親 那為甚麼你會和這個女士 扯上關係 說 當我和陶標和白酒園打完膠之後 一個人在街下 不敢放客氣 當晚喝了點酒 忽然間 我明天有人吹嘴 他很適合 我愛你 他沒電影 我…我們好像見過面似的 都這麼晚了, 還不回去 不怕你大哥罵我 你認識我大哥嗎 回來跟你大哥說, 你會轉運 轉運, 轉甚麼運 我大哥跟我說過 他說呢, 如果跟你講學本, 輸了也對 因為我盲字也不會過 可是如果跟人家打架輸了 就不要回去見他了 我連自己的看家本領也不夠人打 你說是否標假 從今以後, 你的看家本領 就不再是拳頭了 你跟我大哥一樣也是會算命的 只不過是我爹教的小皮毛 那就要找一天 找你爹跟我大哥聊聊 我爹已經是個古人 如果你大哥要找他研究的 恐怕要請蝶仙把他請出來 蝶仙?蝶仙是甚麼 每個碟都有蝶仙 你只要把蝶反轉 找兩三個人來 把手指按住蝶底 蝶子自動會轉動 你要找我爹 就會叫我爹的名字 你爹叫甚麼名字? 五元 你叫甚麼名字? 五秋月 五秋月 那我是不是先找蝶仙 就一定能找到你 你不妨試一試 不過我怕你真的把蝶子請出來 你會嚇一跳 我黃鼎, 天不霸地不霸 有誰能嚇到我 對了, 其實你住在哪兒? 我住在鎮江 鎮江 現在這麼容易沒船回來了 我不會乘船的, 我成楓 成楓?成楓? 你在說甚麼?甚麼成楓? 甚麼成楓?你教我吧 二少爺… 麻煩你, 教我吧 二少爺… 二少爺, 你怎麼一個人走來這裡 大家到處找你, 快跟我回去吧 快回去吧, 我去聽說吹笛 誰吹笛, 你聽聽? 五秋月 五秋月? 是呀, 來 五秋月 這裡哪有人 去哪兒 我知道, 當然是回鎮江 一定是回鎮江 甚麼?鎮江五軟? 是秋月說的 你知道五軟是甚麼嗎? 不知道, 是秋月的爹嘛 孤流寡物 他是數一數二的易學大師 十年前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 我還跑去鎮江, 聽他說易經 是嗎?你認識五老夫子嗎? 那你根本不需要用碟才來找他 荒謬, 你在說甚麼? 二少爺在外面當了一整天 很累了, 讓他回房休息吧 聽著, 圓圓的事已經過去了 給了他的銀子也拿不回來 合虧相當, 只有這次, 沒有第二次 知道嗎? 是啊, 大少爺的說話 句句都是金石良縣 你要記住才好 始終是讀書式才好 五行火王必近文章 只有讀書式才能改變你的魂 甚至可以安安奮奮奪回一個妻子 行了…你說過很多次了 大哥, 我想去鎮江 去鎮江幹甚麼? 讀易經 我不是跟你說過 五老夫子已經過世了 秋月會教我嘛 口口聲聲, 秋月秋月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你別管我, 總之這次我一定要去的 王, 你出來 是 你在甚麼地方找他回來 他一個人站在梁廷下面 又說又笑, 我馬上帶他回來 他要去鎮江, 周易書館讀書 我絕對不會反對 你明天就辛苦一次去書館打聽一下 學費要多少, 有沒有地方住 好, 我明天早就去 還有, 他所說的那位五秋月 是個怎樣的姑娘 可以見就見一下他 大少爺, 我明白了 是嗎? 秋月, 秋月, 我是黃鼎 你現在在哪裡?我想見你 秋月…我是黃鼎, 你在哪裡?我好想見你 秋月…黃鼎, 我好想見你, 你在哪裡? 秋月…我是黃鼎 黃鼎少爺, 你在玩甚麼?哪個秋月 我沒事 先喝一碗糖水吧 謝謝大嫂 你真好, 你整天煲糖水給我喝 春花… 我們廚房裡還有幾種碟 甚麼碟 留給你吧 謝謝大嫂 好嗎 我先讓你喝點水吧 這可是你喝醉的水嗎 你還一起喝醉的水 我先喝止水 我自己喝醉的水 不要喝醉的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還在幹什麼? 學我這樣, 手指先拿去碟子